中途方太小欠渐渐迫近台湾 以后方太中心将在命在五号 早上定禄行春 加计官在海应勉中心 今天最后八点 提升为一期开设 中途管中王张良 加管府一期主管 交开在勉中心第一处 刚做会报 才是各主管党委 严格丐比 加地方公所密切连路 将也方太前行 将在海渐到上色 气候转家 研盘 小犬 红胎 影响概观港湖 推出时间点 对今日夜晚时 到明仔的暗时 有着今日夜白天 山区急步港湖 明仔八点 到明仔夜晚时八点 开始明显的港湖 过着港水 会打到五十米 第五 红日五车 对今日夜早上 到明仔夜晚时 准风上官十八到九几 平均风力时代又是五到六几 有着在海牵涉以风力为主 风台准备是不能均好 管理王张良 只是上官团 风雨 输情风寒 风顺湿鼻 窃湿 还要窃湿 做好万传的准备 台风越来越接近我们台湾 很快就会对台湾产生影响 那实际上现在早上大概就看到 整个风势就慢慢在增强 那现在大概一夜海窟啊 风力会比较强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风的问题 所以家里面有一些没有固定的 或者固定不好的 或者是招牌 或者是所谓的工地啊 那一定要好好再去做确认啊 因为风就会造成很多的掉漏物 那这个掉漏物就会对经过的人产生危害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有关于整个县政府啊 包括乡村公所 会有很多的开口契约 那针对有一些路导 速导 那或者是相关的这些掉漏物啊 那会去做马上积极的处理 那如果大家有发现 那实际上也可以这个 到我们打电话到我们应兵中心来 那我想就可以啊 那马上取得这样的资讯 那去做必要的应变 那所以台风 还是请大家都注意 台风不外乎风跟雨 那所以因为风大 所以掉漏物 包括速导的机会也比较高 所以请大家没有必要 尽量少出门 才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 有关台八十二山快速到路 还有到一千五山中一路 用于淹水的地方 警察局采出 有方向的风在作词 客户水上 中部风局 对着用意 饮水的路段 主动派称 顺罗勤务 家共在情的通报 勤务机会中心接受 风局 风楼的金报 或是修理民众110 电话报案 就楼营水总控了 后 将会随来通地 协区分局 秦职中心 派完20分前来 到达 受灾现场 实施观测 关注王藏良 提前 乡亲 提高警察 目前风火是渐渐开始大 包括 盐食 门汤 白水康 还有 设置 适合 洪水怎么 跟没有认识 认识 风台准备 是慢慢不可以借 可以没出门 就尽量不要出门 以免发生危险 谢谢大家 这一期观 彩虹不得 在整个嘉义线的农产品的行销上 我们就创立嘉义优先这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 就是要 帮嘉义线的农产品 穿一件衣服 让消费者都能够看到 哇 这个是嘉义的农产品 有品牌 就有责任 我们从食安的检验 包括设立标准 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底下 我们才给你嘉义优先 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贴纸 给你认证 不管是在网路的电商平台 或者是在电视 或者是到跟台北的超市合作 或者到国道去做专柜的设立 或者到教会都市里面 直接去摆摊 或者在县政府前面 加油好市集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多元网络的关系 直接跟消费者对话 这个品牌变成未来嘉义 在县政府跟所有的消费者 直接对话跟密码 那我想正对嘉义的农产品 未来的销路跟未来的发展 绝对是非常好的 如果真的只靠我们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做出品牌 那嘉义优先给了我们 一个很大的归属感 像我们这样的小农 有更多的机会 在不同的管道去卖 我们生产的水果这样